缺席的毕业典礼 此副契娟让七人重生 吕太太参加契娟感恩音乐会 看到老公的心愿一了 思念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躲框而出 30岁吕君臣 上个月20号上班途中车祸 脑部重创 术后仍昏迷 老婆想到老公生前喜欢看大爱 曾说找机会到花莲慈祭 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 老婆向公婆争取同意 帮老公签署器捐同意书 手术前她还舍不得老公痛挣扎 最后吕君臣顺利捐出 心肝肺胜体账 帮助了七个家庭 虽然来不及参加大儿子的毕业典礼 还有约定的澎湖旅游 不过她告诉儿子 爸爸再也不痛了 爸爸会变成神仙 在天上永远照顾我们 这中间还曾因45岁洗身表姐为登陆 措施受诊机会 让女爸爸迟疑了一下 他会想问说突然之间 大家说不行 在那个第一时间的时候 所有的受证都已经规定 后来又收药的时候 血压只有七八十 当进度开刀的时候 你会觉得奇怪怎么怕血压 居然是稳定的小片都出来都滚脑 冥冥中的顺利 让执道的院长直呼Amazing 董新闻大爱留人间报导